1939年8月27日,德国某机场上试飞员埃里希·瓦西茨正用橡皮擦掉机身上的奇怪自己 这架亨克尔公司制造的HE-178是世界首架喷气飞机 它长度7米5,一展7米2,最大起飞重量2吨,采用金属机身和木制机翼,长方形尾喷口能提供500公斤最大推力 虽然首飞只有短暂的6分钟,且起落架故障无法收回 但它确实会飞,并且此后的改进型速度超过了喷火和BF-109 这要归功于一麻带粗,一麻带长的亨克尔HES-3涡喷发动机 它的压气机由14个轴流叶片和16个离心叶片共同压缩空气 汽油混合器点燃后,再推动12个叶片的涡轮,最后喷射而出 产生4.9千牛最大推力 这正是利用了离心风扇外形紧凑,增压比较大的特点 而笔记本电脑同样是利用了离心风扇小体积大风压的特点 来应对打游戏时的大量发热 拆下笔记本电脑的散热器 发现离心风扇是从顶盖的圆动吸气 向侧面的散热鳍片吹气 使热管两端维持温差,为CPU持续导热 去掉盖子发现,其实就是个窝壳和宽度很窄的板状叶片 空气被叶片推动旋转,具有了切线速度 就像旋转鞦韆一样,受到离心作用被甩向外侧而流动起来 并不断推挤外圈空气,使叶片之间的气压升高 如果将时间暂停,发现空气一边向叶片前缘运动 一边相对旋转的叶片反向后退 造成实际气流方向是从前缘的前侧方而来 所以风扇转动时,气流来向会偏向叶片旋转方向 这就导致气流是以一定夹角撞击叶片 使气压突然升高,继续向外圈运动时 气流受到离心作用不断增强,出现加速减压趋势 但这一趋势又被增强的压缩作用 以及扩张流道里减速增压而抵消 最终以变化不大的流速和压力到达外圈 但气流离去时,除了具有沿直径的速度 还有叶片后缘的切线速度 二者叠加造成实际离去方向变成前倾 并冲击窝壳内壁又将气流的部分动能转化为压力势能 使流速变慢,压力进一步提高 最后被窝壳内的压力推出喷口,形成排气流 由于空气在叶片之间和撞击窝壳后进行了两次增压 使得离心风扇具有较大风压 这种沿直径伸展的镜像式叶片 风压随流量的变化曲线如图 由于叶片受到一定角度的来流冲击 工作时负荷较大,转得太快,风扇就会超载 因此镜像式叶片适合流量稳定且压力中等的工况 如果把叶片向后偏斜就变成了后向式离心风扇 这在笔记本散热器里很常见 此时叶片受到的气流冲击角度减小,负荷降低 并且气流离去时速度夹角增大 实际流速比镜像式更满 而对窝壳的冲击角度则更大 因此增压效果比镜像式更强 从流量风压曲线看 后向式比镜像式的曲线更高且更陡峭 因此后向叶片不仅效率较高 还因负荷较小而不易过载 很适合在流量变化的工况下使用 比如笔记本电脑的散热器或者厨房里的油烟机 但如果把叶片向前偏转变成前向式 则叶片受到气流冲击的角度增大 转速稍快,风扇就会过载 因此从曲线看 在中高压和低流量下 前向式叶片并不稳定 但气流离去速度夹角较小 实际流速比镜像式更大 对窝壳的冲击角度则更小 导致其风量大而风压小 所以前向叶片能以较低转速和噪音提供较大风量 适合在低风压和稳定风量的工况下使用 比如柜式空调的室内机里 多采用前向式离心风扇 虽然离心风扇的造型变化多样 但基本构型不外乎这三种 所以你现在可拆下一个来分析分析 这不禁让人感叹 为航空史揭开新篇章的离心风扇 就这样从80年前的皇家贡品沦落成打游戏青年的掌上玩物